新闻头条带您看到南韩MERS疫情延烧造成27人死亡 冲击7月在光州举办的2015世界大学运动会 而台湾体育署今天表示 中华队将按照原定计划参赛 首批团员预计6月27日出发前往韩国 7月3号南韩光州举行是大运 不过当地MERS疫情严重 引起外国选手恐慌 而台湾体育署表示 考量下届台湾为主办单位 以及评估WHO、机关署等单位风险研判 决定中华代表团将如期前往 我国是2017年世大运的主办国 那当然如果我们未能依原来的报名项目参赛 那依据这个FISU的规定 会送到国际大学竞赛纪律委员会益出 有可能影响我国代表队 在2017年的参赛资格 冒着MERS风险前往韩国 体育署说明配套措施 包括随团医疗人员将增设感染科医师 同时每日回报选手身体状况 如果有团员登机前身体不适 建议不要前往 目前也有团员担心表态不出赛 体育署表示尊重个人意愿 对这个还有非常重大的疑虑 或者是他真的是不愿意前往 我们尊重我们团员的决定 韩国光州市大运 原定170个国家参与 目前传出澳门 以及近三分之一香港队员不参加 而韩国主办单位 对选手健康管控制定规范 避免各国选手接触当地居民 选手村设施检查站 若发现有异常将进行隔离 新唐日野电视林家伟 柳斯盈 台湾台报道